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炒果条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包果条 用手把果条弄散 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根腊肠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条鱼饼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几斑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三根韭菜把它对半切开 再把它切成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碗去壳的鲜霞 一碗豆芽和两个鸡蛋 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放入蒜末翻炒 把蒜末炒出香味 再放入鲜夹翻炒均匀 把鲜夹炒至完全变色 再放入腊肠和鱼鱼饼 翻炒均匀 然后再放入豆芽翻炒均匀 把豆芽炒熟后 再放入果条翻炒均匀 加入两勺三巴辣椒酱 如果不吃辣的朋友可以不用放三巴辣椒酱 把它翻炒均匀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鱼露 一勺老抽上色 继续把它翻炒均匀 打入两颗鸡蛋 用鸭蛋也可以 把鸡蛋弄散 让它煮个几秒钟定型 再把它翻炒均匀 最后再把韭菜放进来 稍微的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啦 一道香喷喷的炒果条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炒果条非常的美味好吃 做法简单易学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